瞄准单车之都 芝加哥擬造太阳能漂浮单车道 芝加哥市长希望能够沿着芝加哥河 打造漂浮单车道 让芝加哥成为全美对单车最友善的城市 这条单车道的基底 会是有钢筋强化的混凝土漂浮桥 并且由延伸至河床的庄角固定 每个25公尺长3公尺宽的区段 都会装上一片太阳能板 要延伸单车道的长度 可以连接更多区段 太阳能板所产生的能源 会为照明设备供电 单车道下也埋有一条加热导管 以避免路面在寒冷天后中结冰 另外还有可伸缩的遮雨棚 可在下雨或下雪时打开 为单车骑士提供遮蔽 这条单车道会漂浮在芝加哥河上 位于霍纳和潭济亭公园之间 单车道不会有汽车行驶 让单车骑士能全天候使用 单车道每1.6公里的造价 可能在500到1000万美元之间 提案的建筑事务所Second Shore 希望能在2017夏季之前 先在前岛计划中建造800公尺的单车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